楼熊市一间彩券行遭到小偷光顾 小偷乘店员出去斗垃圾 就直接爬到柜台里头 把抽屉打开 抓了一把钞票之后就快速离开了 没想到他被逮捕之后 居然还抢店员说 你放心 我很快就被关出来 态度嚣张 现在是在当客人 对啊 就是有在签注这样子 一名60多岁男子走进彩券行 东张希望看起来像在研究如何选号 几分钟后男子走到外面点烟坐着休息 但其实他正在观察店员准备犯案 在观察我 看我钱放哪里吧 没多久店员拿垃圾走出来 男子见机不可失 立刻迅速走到柜台前 往上一跳 钻进柜台窗口 把抽屉打开 直接抓一把钞票后迅速离开 他现在已经准备要偷钱了 他怎么偷啊 他就趴上柜台啊 然后打开抽屉啊 店员回来发现抽屉钞票有少 调阅监视器后才知道找小偷光顾 事后警方得知男子在舞厅消费 立刻上门逮人 很气啊 去的时候看到他一个人叫了六个小酒 他居然还跟我讲说 不好意思啊 我过几年又出来了 听到都快晕倒了 嫌犯嘴巴说 很快就被关出来 但其实他是名通气犯 正式被捕加上之前罪行 可能无法如他所愿 得在监狱里待上好一阵子 走 谢谢大家